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君君说他是一个爱吃甜品的人 每餐饭后一定要吃一点甜品才觉得有饱足的感觉 他问说怎么样吃甜品才可以抵消这些甜品所带来的热量 的确这是一个共同的问题 我们知道为什么餐后总是要来点甜品才会觉得有饱足的感觉 因为在科学上发现甜品吃进来以后 我们的脑中会分泌血清素 那这个血清素就会让人有种幸福满足的感觉 那所以呢餐后来点甜品才觉得这一餐有结束的感觉 好那这个问题假设今天你有肥胖的问题 你又希望能够改善又希望能够持续的吃甜食 那我给你的建议是这样子 第一个我们这个甜食希望它能够变成在餐前吃 而不要在餐后吃 举例来说如果我们餐前吃了一个甜食 事实上血糖就会上升 那你把餐后的时间往后挪一点点 不要你吃甜品马上就吃正餐 举例来说你可以先 这个餐点来说呢 你可以叫它一起上 一起上以后蛋糕甜点已经来了 你可以先吃个两三口 那么再继续聊聊天 过个十分钟十五分钟 这个时候呢血清素来了 同时呢血糖也上升了 这个时候再吃你的正餐 往往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就是你在后面的正餐呢就不会吃进那么多 那如果是不喜欢这样子颠倒零食的做法呢 有没有办法让你又吃甜食 又能够有满足的感觉 又能够减少热量 也有的哦 我们如果是希望甜食是在餐后吃 那我们就可以在正餐吃饱之后呢 你选择比较低热量的甜食 我举一个例子来说 像这个我们家马卡龙好了 马卡龙的话 我们知道热量很高很甜哦 对不对 可是马卡龙的热量就不低 所以我们如果爱吃马卡龙的人 我们就可以在餐后呢 来一个这个仙体马卡龙 因为仙体马卡龙它的热量比较低 同时呢它口味还不错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又可以满足甜食的欲望 又可以减少热量的社区 就可以满足你减肥了 好 好 我给你了 好 好 腹 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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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